為了香港的前途 為了你下一代的利益 為了你下一代的新界 我們是人民的樂 是不是一定要打拼下去? 加油! 由九龍出發 每個星期都有不同的主持、嘉賓 和你一齊視察民情 注意地區發展 監察政府施政 揭露社會不公義 令廣大聽眾知道九龍區 以致整個社會的真實開放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一點半 立體九龍 那是個地方給你 那是個地方給你 好 今晚只有我和嘉賓 台長放假一天 陳偉業星期四多數不來 陳偉業的代言人在 我怎敢當代言人 陳偉業團隊成員之一 新界西 即是我們人民力量新界西的候選團隊 陳偉業團隊 其中一位就是嘉賓 李老闆就吩咐我 善待你 那我一向都是善待你 你不說話 那你今晚應該可以有些話說一下 今晚慘了 即是擺明要有人下命 要有人下命 其實呢 湯小姐 有時都想說 內行我們這些 老人忘了營 不斷說 又沒有留空間 給湯小姐去說話 其實嘉賓的論述能力都可以的 那待會我們稍後就說一下 你新界西 即是你過去這段時間 樂區 做選舉 或者更早之前 就由這個金鐘 調了你去地盤那裏做事 那你自己有些什麼感想 或者有些什麼心得 可以說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不過請你說話之前 我們就有些事情要宣佈 第一就是 我奉劉家雄主席的口語 要我在我這個節目 因為他說我這個節目多人聽 宣佈這個星期六 那個造勢大會是要取消的 因為天氣非常之不穩定 因為台灣又在打風 然後香港這幾天 都可能跟著星期六 都會下雨 所以 就因為我們在露天 遮打花園 那就很可能 天氣惡劣的話 造勢大會就變成 可能就很難舉行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 取消這個星期六 這個造勢大會 不過呢 我們會在選舉之前 即是投票日之前 一個禮拜 就會有一個大型的造勢大會 現在都在籌備中 其實呢 就是誓師大會來的 五區的候選團隊 和支持者全部出現 那就來一次 這個叫做誓師 誓師之後呢 近選舉 前一個禮拜或者三幾天 那個是最後衝刺的 就是一個造勢大會 這個呢 過去呢 很少政黨做很大規模的 我最近在社民年的時代 08年那次選舉 我已經率先搞一個大型的造勢大會 效果非常理想的 其實這個造勢大會 是不是都是學習台灣 因為見到台灣經常都這樣 又不是的 其實很多選舉都會有的 即是外國其他地方都一樣有的 不過表達的方式 表現的方式 有些不同 我們人力過去搞大型的群眾集會 動接幾千人那些 都是等於相當 就像做選舉一個大型的造勢大會一樣的 是吧 主要就是 凝聚支持者 打氣幫助候選人 這樣 有人在演講 支持者上來講話 這個呢就是 現在這個禮拜六那個 世思大會 就會壓後的了 但是呢 就在 選舉前一個禮拜 我們有一個大型的造勢大會 因為要多些時間籌備 其實現在五區呢 大家倒數呢 大約還有四十天左右 是吧 即是還有五個禮拜 即是五個禮拜 即是五個禮拜 鬆一點的時間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忙的 由早到晚 那我這個禮拜開始 就已經 即是這個禮拜一開始 就已經是 即是我的選舉工作 就開始 正式 啟動 所以我朝朝早呢 都 都 落區 排單張 跟街坊打招呼 那暫時這個禮拜呢 我一天就出現一兩次而已 一早一晚這樣 那跟著呢 我們有些洗樓啦 居民會啦 那跟著我街頭演講啦 是吧 在那些人流旺的地方 那我拿起咪 擔張梯 那我就說了 是吧 周圍掛直翻 那我都是用這個方式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輛車啦 是吧 所以這個選舉工作呢 就現在一直都在進行著 那 但是呢 就在這裏 主席就交代我 就宣佈啦 我們這個禮拜下來 這個禮拜六 即是後日 這個 所謂 世思大會 就會取消 那就日期寧行公佈 不過在選舉前的一個禮拜 我們會有一個大型的造勢大會 現在正在籌備著的 那場地呢 也都在申請著 那很快就會公佈 那一旦的場地作實 那我們就會公佈的 那這個就是 關於那個造勢大會 即是世思大會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樣呢 就是我們上次在節目裡呢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在這個禮拜一呢 那就因為這個陳茂波呢 就辭去這個立法會議員的職務 那就跟著呢 就國務院呢 就應這個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那個任命呢 那就正式 任命這個 那就是陳茂波 接替這個麥齊光 做發展局局長 那上次你老闆呢 那我老闆呢 那陳偉業呢 就在那裡說 你看著呢 他一定萬箭穿心的 我這個是我 學底來的 給你面子呢 話口未完 他就真是萬箭穿心了 那便便說 啊 肥佬麗當然有聽你們節目啦 是不是 立刻搞他啦 立刻找個黑材料 那其實如果看到報紙現在報導 他也沒有正式行出來否認 只是說 那間公司他沒有份的了 是他老婆 那他老婆又說 我是業主 大約二房東搞的 那現在在兜 那件事呢 就是 原來他們兩個 在大角獎買了舊樓做劏房 那另外還揭發了 就說 買那間屋的時候 那個價錢呢 就是壓低了 二百八十萬的原本值 就給百二萬 就可以買了一間屋 那 那 可能桌底再給你一些半千費 臭夠那二百八十萬 那這樣的做法 那很明顯就是瞞稅啦 那這個就真是刑事 那於是我就想 真是誰黏著梁振英都很糟糕 是不是 就是誰黏著都很糟糕 反過來講 就是梁振英 就是有些 本來梁振英的內閣名單 兩個副司長 和兩個局長 應該多謝黃毓民 陳偉業 如果不是我們打拉布 拔了他下來 嘩 現在不是個個都有事 是不是 所以問題就是 原來 這個梁振英政府 真是脫頭脫骨 是不是 所以 其實香港很多人 就 高估了梁振英 很多人還說 給梁振英 機會 那給梁振英 機會 誰給我們機會呢 是不是 誰給香港人機會呢 是不是 香港人給梁振英 那誰給香港人機會呢 是不是 給香港人 給梁振英 機會整差 一個國民教育 是不是 搞到賴屎賴尿 現在搞到民主派可以乘機抽水 又說罷課 講起這件事我覺得很好笑 我說民主黨是支持國民教育的 大家找回這個立法會 就是說在去年的大會辯論裡面 就是他們提的動議辯論 是不是 我投棄權票 給面子若微 是不是 我應該投反對票 但是我在事務委員會 在大會 在今年 就是 這個新局長 來到這個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都招呼他 順便招呼李維琼 這些片我都放上網了 對不對 最先反對國民教育的是我們 我們 我們是從根本否定國民教育 就不是像這些民主派的 就認為一定要搞國民教育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這是什麼邏輯 中國人就要搞國民教育了嗎 那你又不讓我們讀中史 咦?不讓我們中學生 不是必修科 是不是 為什麼中史不是必修科 是不是 你是帶頭摧毀中華文化 接著你在搞國民教育 原來這個國民教育 是黨的國民教育 是不是 那個國民教育中心 每年給千百萬 家產聯盟都阻止把持 接著那些教材 就外判給大陸 那些學者寫 這樣都可以 是不是 這些國民教育 你怎麼可以接受啊 大家要講一下那個根源才行 講頭不講尾 是不是 我神總反對 大哥 是不是 我叫你解那支五星旗 還不懂解 為什麼要大聲中國共產黨 在國旗上面呢 代表中國共產黨 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是 就這麼簡單 全世界沒有 大哥 所以你如果 一天是中國共產黨 一黨專政 搞什麼國民教育 當然不讓你搞啦 是不是 你現在教育 說罷課 不要只有我講字 實牙實恥 不要待會被家長會反對 輿論反對 接著就退态 大哥 他又怕真的 說罷課之後 那些家長不投票 又抽到那邊 又抽到那邊 是不是 不是 他們就是這樣 民主派 是不是 民主派 就是他們是看報紙做人的 看輿論來做人的 是不是 這些政黨 怎麼帶領香港 你帶領香港 你就領袖 你就要有個Vision 知道應該 那個社會 那個地方 應該怎樣走 怎樣進步 民主黨 民主黨 是no vision no guts no stance and then no hope and then no more bullshit 全部都是no 告訴你 民主黨 大哥 抽水最厲害 我們上次講過 國民教育 共識的國民教育 真是大學不別 麻煩你受訓 是不是 比我們下一代 有一個真真正正 可以有一個獨立思考的空間 成就教育 就是教育要成就知識 同時都成就人格 是不是 沒有人格 是很嚴重的 是不是 就是 你有知識 空有知識 沒有人格 那有什麼用呢 所以 就是 國民教育 在香港 就真的大可不必 我說 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改成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改成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當時 張文光是舉腳贊成 要搞好國民教育 是這樣的 在他08年 競選 這個教育界功能組別的時候 他政綱其中一條 就是 一定要 加強國民教育 真是對不起 這個是張文光 競選 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席的時候 的政綱之一 是不是 所以 這些人 常常在蒙混過關 博曬 是吧 就是我們 對於這些人 就是 我覺得 真是 覺得 香港人怎麼這麼笨 到現在還會投票給他 真的拗了頭 好啦 那我們就 講回 湯小姐 你講一下 你過去這段時間 幫大舊打工 是不是 當然 這個不是打工 我們是方便說明的 其實就是 你也是在這裡學習 是吧 當然 在金鐘那裡 你又上班一段時間 後來就調到地區辦事處 然後又做了候選人 過去這段時間 你做地區工作 你有什麼感想 可以說一些嗎 感想又大 大家 譬如聽動文節目 聽其他節目 看新聞 很多時候看 都是看譬如 立法會發生什麼事 社會發生什麼事 譬如 報章投票說什麼事 政治新聞有什麼事發生 Facebook說什麼 這個是重要的 都是政治裏面 一個很大的部分 最多人聽到的部分 但是呢 調到地區辦事處 其實你看政治 其實是完全另一個角度 就是在小市民 他所需要的東西 他所每天面對的東西 來看政府的政策 譬如你說房屋才算 算了 你要看新聞 一年有多少公屋供應 你可以說少 多 但其實你看自己的數字 其實真正是多是少 你不去過地區辦事處 你不去過跟市民聊過 你不知道其實那個公屋 叫做多還是少 有很多問題 就是房屋這幾個月 在地區辦事處工作 當然有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人們會過來問房屋 公屋的問題 申請 要調遷 很多 你會看到其實 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多問題 其實問題就是 政府 供應不足夠 但是 他們所衍生的問題 比如我剛才所說 他們想調遷 想快點上樓 就是在你接觸每一個市民 他們說他們的故事問題 讓你知道 原來真的這個問題是這麼嚴重 有些人 譬如他可能年紀大 或者受小身體 有些病痛 但可能都要等了很久 才讓他上樓 又或者有些真的可能租金很貴 根本都頂不上 但是也因為 只是因為房屋供應不足 所以就要等很久了 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很想幫 覺得很值得幫 但無奈地政府的政策就是這樣 一年就只蓋那麼多 就只供應到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可能你說的 是容易 你criticize政府的政策 是容易 但是你真的要了解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一定是要親身 去跟市民了解 你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政策究竟哪裡出 我們在地區辦事處裡 經常都會接到一些 所謂求助的個案 跟房屋有關 當然輪候公屋的時間過長 又或者有些人希望可以調遷 也有些派了一間公屋給他之後 跟著他又嫌怨 有些輪了很久 都沒有 又要求我們幫他 剛才交路說得很對 他很多都是牽涉到政策問題 在房屋的偏輩 他有一套制度 有一個指引 那個就是機器來的 他是沒有什麼人性的 稍為人性化一點 你可以去社會福利署 叫他去證明你 可不可以欣述安置 這個就是在機器以外 有一個機器 都是機器來的 因為那個所謂欣述安置 他又有一套機制 又有一套指引 原本整個房屋偏輩 就已經是一部機器的運作 他是沒有人性的 好了 接著你又說不行 我們應該有著情有彈性 很多人的情況都不同 於是他又弄多一個機制 就是著情 就是要有人性 有彈性 結果著情 或者欣述安置 他又有一套機制 他一定要跟得到制度 所以除了政策之外 就是那個制度 指引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 他是不夠彈性的 還有 當做一些所謂要改善的時候 他又牽涉到一個政策的問題 所以是比較艱難 現在大的問題 當然就是 供應量是不夠 是的 供應量不夠 就牽涉到 你究竟要建多少屋才夠呢 政府經常強調 到現在我們平均輪候公屋 三年就上樓了 經常強調這個數字 但實際上這個數字 其實已經是假的了 是嗎 是的 因為他才有光 根本都不止 他是會計到數字 比你平均三年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 那個是由機器計出來的 實際上有些人輪了五六年 都沒有的 所以其實關鍵還是供應量 當供應量多了 可以舒緩 這個所謂輪候的情況 就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當然接下來就有很多其他 即是我們在地區辦事處裡面 經常接觸到市民的投訴 求助 有關房屋的問題 譬如現在我那個選區 白田村就遷拆了 那麼他拆了一個舊白田 那麼他分回石結尾給你 那就很接近了 你平常OK了 但是他又有很多問題 他說不是喔 你分了一些新樓給我 我交多一倍租金 有些人說不是喔 你現在拆 要是一次過拆了一次過搬 你不是說 一逐答逐答來 那你拆的就是我住在那裡 還沒有遷拆的我就慘了 你就是捱這些 遷拆的那個工程 那個噪音 所以都是有很多問題的 那麼我們有時候下區 譬如我上次去白田做居民會 但是大家都是比較關心 就是拆白田村 然後搬 搬遷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一個房屋問題裡面 其實它的範圍都很闊的 那麼剛才卡路說了 有很多是政策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立法會 就有房屋事務委員會 另外有一個房委會 是政府那個諮詢機構來的 也有很多立法會議員 是做那個房委會的委員的 他們是直接接觸這個房屋政策 所以他們的責任最大 是 譬如公屋加操 是房委會決定的 那房委會裡面是有些 即是非官方成員 都是民意代表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譬如說你們做助理那些 來到地區辦事處 你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市民 那些居民 當然有些居民 他對他的政策不了解 是 那有些是刁民來的 嘩 有些是刁民來的 刁民的意思就是 他無理取鬧的 因為他不熟悉政策 所以你要很有耐性去解釋給他 現在的EQ是高了很多的 應該是 有時候有被人罵的 是嗎 有 當然有 你也幫不了手 我找你 我有時有些街坊 我找另一個 我找文堅聯 有的 有的 去到文堅聯 就跟他說 我找黃毓文 所以這些是刁民 有時候你會懂得分 我是最懂得打法的刁民 是嗎?教一下我要 我罵到他派了 有些被趕出門 有些事 我不是跟其他議員 大佬 我擺明是刁民 因為我會踢爆他 有些我會 我踢爆他 他就老收成路 是嗎? 我們懂得判斷 我們真的想去幫他們 是 但有些你是無理取鬧的話 我們當然有辦法去對付他 是嗎? 所以我們 這些又是慢慢累積經驗 所以我自己在地區上 根據過去的經驗 很多時候我跟街坊相處 我覺得是 不要一面倒 我們叫做 不輕落 輕落的意思是 不要下牌輕輕去答應別人 什麼都行 是嗎? 你去幫他 你一定要把整件事的背景告訴他 是 讓他先知道 不是你下牌輕輕 可以了,你在等我電話 我們幫你什麼 千萬不要下牌輕輕 就是不輕落 這是最重要的 好,我們第一次時間夠 休息一會 我們要微小的力量 去對抗龐大的 共產黨的國家機器 就算我們輸了 我們可以贏了嗎? 是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MyRadio2012 我記得有一天 我是不知道怎樣 哎呀,你怎樣 神仙都會打 打 都會黑一黑 我看到一條大路 沒什麼 黑一路就黑一黑 黑一黑 我想睡了多久 一、二、三 我想數了四、五 十下 我想 然後前面的大火車 什麼泵爆 什麼都在我面前 直到我面前 我想頂龍只差一尺兩尺 那我們打 叫那個 我朋友叫他醒 看一看 看一看 他分帳 七百萬人 七百萬個故事 逢星期一晚 八點九至九點九 Judy Raymond 今晚回來 天安 天安 千零 中國 天安 był 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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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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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行,隔空發動,黃毓民的頻道,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卡路未參加過選舉工作,地板做了一段時間 剛才你又說了一些感想,你做選舉工作 現在要開街站,派單張 你自己覺得你在做選舉工作的過程裡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經驗,有沒有被人罵 第一,罵我又沒有 見你女生,又不認識我,又不走來罵我 我出去街站,那些人當我耳骨 但你應該有穿陳米依的T-shirt 有,有,不是 那你又有直翻,有些兒子在街上 你說罵,有 我有時派單張,我今早在工聯會大廈 你跟著馬路對面馬頭為我派,又來走過來,你省點 他認得你嘛 你省點呢 他認不到我,如果別人認得我罵我就好了 我說省點當然不給你,這份東西 大佬,六毫多指引一份 你叫我省點,我當然拿回 如果我認得我,叫我省點,我樂意被他罵 那些人認得我 他都知道你是幫陳米依助選的嘛 有不同的 那有沒有有些人走過來,我支持你 他有,譬如上個星期日 星期日,開街站 派單張叫人參加反對國民教育遊行 有個爸爸走過來,說 反中亂港啊,會有國禮有交 我知道,有的 那你通常怎樣回應他呢 我會做個笑容出來,嘩,嘩嘩 嘩嘩,嘩嘩解釋他聽到多少 嘩嘩解釋一下,跟他說少許我的意見 因為說多他都不聽 但盡量罵 最重要是不要被他挑釁到 有時候他們可能走過來想挑釁一下你 這樣你就最重要是按住自己 不要被他挑釁到 我現在的做法,我當然是鞠躬多謝他 那他就吹不著 哈哈哈哈 你跟他吵,他就無謂啦 是啊,完全無謂 我們每天都要出街 每天都有機會遇到這些人 但很多時候就不用我發聲 有人來過來,我自然有人來批評他 是啊,我很多次經驗都是這樣 不是,我怕你是一個女生 那被人指著你說草口 我不會是一個女生的 都有其他人在一起 那你說標形大漢幫著你 經常都有一些男的義工 有同事在這裡 很安全 我們出街站都很安全 一定有幾個大隻佬 是啊 有幾個馬鈴仔 站在這空神惡仇 對不對 但其實除了維園 白色的那些 駛來萬馬兩句之外 其他都沒有什麼 他一天就不接你的單張 不過有一種人 反而挺想遇到的 可能是他接你的單張 他有事問你 他那些就真的覺得 咦,為什麼你要反對呀 都會跟你討論一下 那這些我覺得是最需要 就是跟他說清楚 就是講清楚你的單張 希望可以改變 是的,這些人就是最有potential 就是可以改變 就是改變他們 支持我們那些不用說話了 是啊 有些人過來 你派單張 不行了,不用給我了 我自然不一樣 就是這樣 節省吧 有些人叫你節省 有兩種叫你節省 同樣是節省 一個是罵你 一個是說 真的來節省一張 給別人 我知道了你想說什麼 是啊 都有這些人 所以經驗都幾好 好 除了街站之外 有沒有洗樓呢 還未 應該快便會洗樓 洗樓又有些技巧 是嗎 先說一下 我這個完全沒有經驗 這個就問你BOSS 他最有經驗 選了18次 第18次參選 你問他 是不是 就是洗樓 他不在 這個節目有其他義工 有其他人聽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雖然你選過兩次 我有洗樓 我洗樓因為我太出名了 你明白嗎 譬如我按鐘 他開門 hello 你好 我是毓民 我是黃毓民 砰 就關門 直散 有些 嗨 毓民 你好 打開門 請我去坐 你明白嗎 通常我們就是 跟他打個招呼 很有禮貌 你好 我是黃毓民 拿張單張給他 請你多多支持 9月9日 記得去投票 他打開門 有些他都應酬你的 其實你洗樓 你會感覺到 這一戶人 人家 或者應援的人 他對你的態度 有些他是很有禮貌的 但未必是會投票支持你的 他都覺得 既然你們 登門操訪 不要讓你冷靜 他又接你一張單張 可以了 有些是不是的 是很熱情的 你知道 這個是自己的 你會有這些經驗 好了 那座樓你洗了這麼多戶 那你就若惡心目充有個數 是嗎 當然這些 因為 例如公公屋邨 你要申請 是 因為安全問題 人人都讓你走進去那座大廈 撕樓就麻煩一點 撕樓你就得到法團的同意 可能會不讓你進去的 還有很多法團 基本上就是建制派把持了 你都不能動的 基本上是 所以 一點點人 我覺得女生是比較好 他真的不好意思罵你 尤其是家路 笑口誓誓 那所以就是 為什麼你把名單沒有女生 笑口誓誓誓 為什麼你把名單沒有女生 我們有兩個 我把名單本來有個女生 叫袁未明 不過給陳志全 我心想找袁未明 你明白嗎 結果 因為 沒辦法 我放在心裡 我沒有開聲 那被陳志全 陳志全搶了 不要說搶 我沒有開聲 就沒關係 我只是放在心裡 有酸漫漫的感覺 如果他在九西排第二 那那些黃碧雲 毛孟靜 梁美芬 高低立志 對 蔣麗雲 再加一個林依麗 這五條女 拍到Erica 那你是不是贏了 當然 整個區就只有這五條女 你知道嗎 多少人害怕 我那個區五席 九張名單 那其中五條女 你說 你是不是暈倒 另外那個就是黃以謙醫生 馬甩佬 譚國喬 再加一個黃毓民 其他全部都是女 哇 你真是 人都跌 那個選舉亂頭 不知道怎樣舉辦法 只是一群女人 就 我都不用出聲 我就打算找些男人來走 即是譚國喬 文聶 哈哈 真是慘 我不去聊那些女人 那我就迫著找個馬佬來抽 那當然找譚國喬 那譚國喬 那譚國喬 你真是不好意思 是不是 那些女人呢 我讓她自己互抽 那你說 哇 我在這兒心目中盤算 即是沒有說而已 如果那個 你說原明明擺在這兒 嘖 喂 你看電視 那就真是 像你剛才所說 優劣立判 是 是不是應該美丑立判 是吧 不用說到這麼明顯的 一拍賣 大哥 年齡又有一段差距 還有你看一下 我們最近在西九 看到那些女人的宣傳 海報 或者那些直翻 不是真人 幾乎是 是啊 嘩 你見到真人 你會暈倒 如果見到那張照片 見到那張海報 嘩 真人跟海報差那麼遠 你明白嗎 嘩 差那麼遠 糟了 我上次派單張 有人這樣跟我說 對著單張看著我 有人這樣跟我說 糟了 但我們的單張沒有做手腳 你們那些沒有加工的 沒有 不是 因為大舊做那些 直翻單張 海報 都是很粗糙的 他習慣了 你知不知道 內容 內容 答夠 對 內容答夠 那個美感 是欠奉的 對不對 所以 幸好他有兩個美女 在他的候選團隊 大哥 不是真的慘 真的內容要答夠 他選了十幾次 是啊 他知道 他知道搞什麼 沒有人的選舉經驗豐富 過他 整個人的力量 沒有一個人的選舉經驗豐富 過陳偉業 所以你看看他那些直翻 海報 那麼噁心都好 那他就用內容答夠 你不要這樣說 我告訴你旁邊 那些人看著我的反應 哈哈哈哈 以質取勝 不是 金玉其外 敗水其中 包裝得那麼漂亮 用海報 沒有料 那我現在的說法 等於 迂迴去拆你們的鞋子 都很迂迴 很迂迴的 不是 你看看皇上的海報 好像電影海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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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愛情片 拖著女兒 哇 挺英俊的拖著女兒 是嗎 你看到嗎 另外一張 只是他自己 彈透那張 他簡直是電影海報 大哥 哪部電影上了 那張是電影海報 他那張是 挺帥的 各有各不同的做法 是嗎 港島的候選人的文宣 就是 斯文 是 是嗎 穩重 整個 就是適宜在港島 給那些 港島那些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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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港島那邊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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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會選 是嗎 就算是你前的那張 那些人 也會選 王成智的那個貓樣 一拍一拍一拍 一拍一拍 一拍 一拍 一拍一拍 還在那裡 好 唷 你那個 你那個初空琴 阿龐奧爛爛那些 所以 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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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以質取勝的 當然啦 所以其實這個選舉 大家做得很辛苦 但是呢 很開心的 在選舉期間 我講過很多次 大家都有些心理準備 一定有很多抹黑 或者有很多令到你不開心的事情 我對上一次 五區公投的時候 有一個婆娘 簡直為了參加這個選舉 只要聲討五區圍剿 公投癲狗 接著用一些極度人身攻擊的形容詞 包括那些海報、環額都是這樣 我們都是一笑自自 畢竟這個婆娘年紀都有一大把 甚至公開講 就是一定要找我來做target 接著他才有得出名 我都無妨 之前他甚至誹謗我 我就告他 到最後和解了事 所以選舉期間 很多人會利用這些事情 去抹黑對手 或者做一些遙遠的散播 異語的傳播等等 我們的態度 只要你不太過分 沒有觸犯法律 甚至乎在選舉期間 對對手的攻擊強烈些 我們都覺得沒有所謂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為這些問題 去戒懷 我講過九十多次了 政治不是人搞的 搞得久 你慢慢覺得自己都不像個人 有些搞一陣子都已經變禽獸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容易令好人變壞的一個染缸 所以稍一不慎 就會滅頂 沒頂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也不需要花太多精神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都是做這些事情 尤其現在選舉有很多事情要做 太多事情要做 不選國局也不知道原來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最近很多事情都是 人們告訴我 我都沒有空 我眼又蒙 我這陣子只看一些文宣 因為我出了很多文宣 因為我又喜歡搞文宣 有些人又不太喜歡 覺得長賴賴 長篇大亂 誰看什麼 我不是這樣看的 我派十萬份文宣 有一千人認真看 我都覺得是有收穫的 當然 你明白嗎 我的態度是這樣的 有些人派給你 禮手你看完就扔掉他的 瞄一瞄 有些選舉的東西 你看到街坊接到單張 是這樣的 有些人派給他 你會很傷心的 他接了之後 你會在垃圾桶 看到一張單張 有些人派給他 也有 所以我派十萬份 有一千人認真去看我的文宣 我都覺得我是有收穫的 我的態度是這樣的 所以我出了那些文宣 數量都是多的 是 就是這樣 而且我出了 我單張會出 我會出小書 十二頁 二十四頁 而且這個 因素都不少 我覺得 我們要造成一個風氣 就是 文宣就不是簡單 好像派一張單張 那麼簡單 是要給人可以看下 有可讀性 還有你看 有時候給你聽 可能更加入路 看一看 接收的方面 所以其實 是我覺得文宣要做的 就是有時候 不單止說 轉過頭 轉過頭 在垃圾桶 見到 有些比較激烈 就在你面前撕爛他 也有 但這件事 怎樣都要繼續做的 起碼你在歷史上 你出過這件事 你有那個紀錄 就是你講了些什麼 你叫政綱 你stand for 些什麼 這個我覺得是重要的 是 那些文宣其實 有用的 我覺得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所以我都會很認真去 去設計那些文宣 那些宣傳品 特別是文字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 最近有一本 要出的 我們分階段的 就是那個宣傳 當然那些主流媒體 就完全封殺人民力量 基本上 蘋果日報天天天都是公民黨 民主黨 我現在想一下 什麼時候真的燒蘋果日報 也是當選舉宣傳 就是將軍佬燒蘋果 拿肥佬麗張樣來燒 他是民主黨 公民黨和社民連的金主 那你就不公道了 你捐錢給民主黨 千多萬 捐給公民黨千多萬 捐給社民連兩百萬 捐給屠軍行 應該是 社民連說不知道 喂 大哥 你做他金主 然後你在報道上 大蝙蝠 當我們人民力量 好像沒有參選 所以這些報紙 也要去將軍島燒 然後拿肥佬麗 人頭來燒一下 你不去發聲 他就以為很得戚 是吧 有些報紙 就在那裏做些什麼 戒票論 就順報由清源 我在那裏嚴重警告你 我告訴你 是吧 老友都是這樣說 你是很喜歡陳淑莊 我知道 你是很喜歡余若薇 我也知道 你不要踩我們 是吧 是吧 就是他們做一輩子 最好 大家不要跟他們競爭 競爭就是戒票 什麼叫戒票 是吧 什麼叫戒票才行 對嗎 即是說話 就是你的心 想這兩個女神不要死 是吧 那你是去踩人 踩我們 沒用的 我告訴你 投票結果就知道 是吧 沒必要做這些事 李柱銘 又要為他民主黨助選 又要為陳淑莊助選 陳淑莊排第二 如果陳淑莊贏 就是劉家雄輸 是吧 很簡單 一套選舉就是六親不認 大哥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沒得談 不能夠有婦人之人 我告訴你 打選戰 就一定要心狠手辣 沒得談 是吧 即是大家君子之爭 沒問題 你說又出動民主 婆婆民主 白 又蘋果日報 現在又來了 是吧 又一個民主霸權組合 來去壓抑我們的小數牌 是吧 跟著就在這裏說 泛民的三分一 關鍵小數 這個關鍵小數三分一 否決權已經被你民主黨 2010年支持政改 搞定了 已經 是吧 所以吳靠儀說得最好 現在不是差一兩票的問題 是你整個黨都被他收買了 已經 是吧 還說什麼關鍵小數呢 如果你想民主陣營 可以保持這個關鍵小數 就當然要人民力量 贏五席 是吧 是吧 你民主黨不輸到 你最多都維持八席 維持八席 還因為有兩個為你 量身訂造的議席 就是這個超級區議會 否則的話 你只剩下六席 是吧 你現在八席 是吧 現在連馮偉華都前列線 是吧 不知道前列線是什麼 退選 現在葉劍元葉劍元 不是民主黨的 沒得入你數的 是吧 那你就數吧 港島當你有一席 是吧 新西當你有一席 新西原本兩席 現在 民主女神去新西 你李永發的老婆 就走在一旁 又只剩下一席 是吧 九西我當你勉強可以維持一席 是吧 新東 劉慧 王城志 時賺四個 又剩下一席 喂 你五個區加起來 可能只有五席 再加兩個功能組別 你勉強才有七席 大哥 現在你有八席 是不是 你以為你很有益 你瓜不重要的 不代表民主派瓜 那是我們可以贏的 是吧 我們可以贏的 公民黨可以贏多些議席的 那是不是一條數 一定要千秋萬世 所以九月九日 大家一起放棄民主黨 是吧 將這些席位 就過當給公民黨人民力量 搞定了 是吧 民主陣營一樣這麼壯大 關鍵少數一樣可以保持 只要你下定決心 放棄民主黨就可以了 我告訴你 即如果香港人真的成功 將民主黨的人推落馬 放棄民主黨不等於一建制派 現在有個論述 就是放棄民主黨等於一建制派 其他那些不是民主派 公民黨不是民主派 公黨不是民主派 社民連不是民主派 人民力量不是民主派 你就是叫民主黨混蛋就可以了 這幾個黨贏回議席 是吧 你整個立法會 生政治生態才有改變 對不對 如果大家不下定決心放棄民主黨 香港是沒得救的 我可以告訴你 百分之一百 即是李柱銘作為創黨主席 我們不會怪他的 他當然是老人家 當然是念舊的 當然是抱著民主黨 我支持善宗佳 善宗佳這個混蛋支持領會上市 沒有做了一屆立法會 是吧 就養個位給別人做 給莫乃光去選 莫乃光去選 給譚偉豪 李超人在後面 小超人在後面 是吧 善宗佳拿了什麼好處 只有他和小超人才知道 現在就翻譯上來再做立法會 選立法會 然後就為他量身定做 給他一個位置 他就踢走這麼賴威 是吧 這是什麼黨來的 對嗎 所以大家一定要民主派選民 要下定決心 放棄民主黨 還有一些地方你不能放棄 林家產的超級議席 他會拿的 那兩席是 沒得選擇 因為他會逮捕你的 所以就不要投票 是吧 我們一定不投 百票也免得投 票也不拿 是吧 有三張選票的 其實每人只能夠拿兩張 是吧 如果你是傳統功能組別的 你就拿傳統功能組別的 其實都是只有十幾個位置 有十六個自動當選 是吧 什麼選舉制度 只是投分區直選就可以了 那張所謂功能組別的那張 不拿都可以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經常有一個理論 就是 這樣會抑掉建制派 喂 他那兩個位置是很緊的 是不是 這個是分贓政治 一人兩票是分贓政治 再說一次 一人兩票是分贓政治 現在七個候選人 有兩個幾乎等於廢的 不是真的混蛋兩個黨分了 等壓選舉比共產黨更差 是吧 五個位 是吧 就是分給這兩個黨 是吧 馮檢基危危負 白韻琴他認識飛T都沒用 是吧 是不是 這個形勢很清楚 這是什麼選舉來的 那又反過來 又好得有白韻琴去選 又有馮檢基去選 又不是真的等壓選舉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要多謝這兩個人 嚴格來說 多謝白婆婆 多謝這個馮檢基 如果不是就等壓選舉 是不是 所以白韻琴如果不是鄉市派支持他 給他十五個提名 喂 真是等壓選舉 那個是 是吧 原本都不計他了 司馬民都進不了閘 你們哪有得選 是不是 那這些選舉投來做什麼呢 當然不投票了 大哥 是不是 一字禁淺 含淚投票 什麼含淚投票 就是他們兩個黨分了 你令到他低投票率 低當選 得票少 這樣已經是成功了 當然是他們分了他 我告訴你 是不是 很簡單的 這個是 五個建制派 這個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 新增這五席 是五個建制派 是吧 即是香港人 如果你在這個 即是這個 所謂功能組別議裡投票 你即是找自己老陳 是吧 這個是 即是做人 老實說 我覺得 即是不要做一些 即是自己找自己笨的事 明明是你做的 他做了找你笨 沒有辦法 是吧 我被動 現在我去投票 找自己笨 那你就多愚蠢 是吧 是吧 所以 我的立場很清楚 我們就不會投 但是 我們都 我不會呼籲 那些人投白票 是吧 但是 你想想這個選舉 是吧 幾乎等於等候選舉 選舉 選舉結果是預知的 OK 是吧 共產黨 和這個所謂民主建制派 評分那五個議席 就是這麼多 是吧 七個人去選五個位 是吧 即是 有一個半是廢的 那你是不是等於等候選舉 是吧 即是沒有需要有懸念的八婆婆 沒有得贏的 我現在告訴你 是吧 但是如果 會贏的 我覺得 有好看的 真的 怎樣 看夫妻檔 那就好 真相大白 他分民主派的票 不是分建制派的票 現在就是真相大白 他分民主派的票 那鄭偉俊有什麼問題 西環繼續支持他 如果他是分建制派的票 分李慧琼的票 那麼 鄭偉俊就在街上了 很簡單 這個故事是 是很吊詭的 現在真相是什麼 大家去分析吧 是吧 即是你現在 下不了判斷的 究竟他是分民主派的票 還是分建制派的票 是吧 其實我就認為 是不會分任何人的票 是吧 因為他都不是很拿到票 即是 由選民去決定 所以不存在分票 不存在的界票 任何人都可以參選 講完了 但是這個 超級議席 就不是任何人可以參選 是吧 喂 香港都有一個 就去參選 拿100個提名 是吧 喂 你這個超級議席 要15個區議員提名 所以不是任何人可以參選 這個是穩老陳的選舉 一人兩票 是一檔致事 再講一次 一人兩票 是這些政黨 即是他的私慾 得以宣洩的一個選舉 那如果你是幫政黨 去宣洩他的私慾 你就去投票 是吧 那為什麼自己去幫人去蝕辱呢 做了別人的蝕辱工具呢 投票支持 這個區議會 超級議席的選舉 就是 做別人的蝕辱工具 這個說法大家就明白了 休息一會 這個區議會 就是管土地管這個規劃 誰管這個發展局的 將來就一定可以很多游泳 你見到做地那些 很多時就跟大財團勾結 梁子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大家看清楚 現時梁振英這個管治 如果你沒有強而有力的反對派 強而有力的立法會 是監察和制衡這個港共政權 大家日後面對的 貪污舞弊的情況呢 只會越來越嚴峻 大家在這裡呼籲各位朋友 接下來這個九月的選舉 呼籲大家能夠支持人民力量 我們在港島 九龍新界 五個立法會選區呢 都有這個代表參選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 人民力量在議會 是強而有力衝擊這個不義的制度 人民力量在這個議會 是用議會來抗爭的手段 是衝擊這個謊言 這個廢話連篇的梁振英這個政權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 接下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能夠支持人民力量 我們一定會用議會內外抗爭的手段 衝擊一下現時 你這個港共操控的政府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 接下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大家呼籲各位朋友 如果支持人民力量都是支持自己 你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黨 在立法會裏面衝擊 現時這個梁振英這個政府的話 這個貪污舞弊 以權謀私的情況呢 只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 九月的選舉 是大家齊齊發聲的時候 你繼續啞引 你繼續支持一些和欺黎的人 在議會的話呢 這個政府只會繼續為所欲為 你看到一些民主派做議員 做到可以拿紫荊勳章的 是吧 拿紫荊勳章 即是表示政府的高層 欣賞你的表現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 接下來九月 人民力量 在五個區都有立法會的候選人 呼籲大家支持 人民力量一定會在議會 會用這個抗爭的手段 我們用拉布的方法 令到這個網絡二十三 這個條例被迫擱置 如果不是很多年輕人 在不知道情況之下 就被稱這個犯法 而被這個驅行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 支持人民力量 我們在議會一定 會用這個抗爭的手段 繼續衝擊這個不義的制度 呼籲各位朋友 九月選舉的時候 支持人民力量 大家衷心多謝大家 在新界東西 九龍東西 和在這個港島 都有代表參選 人民力量是其次施明 我們不會用和欺凌的方法 面對這個不義的政權 面對這個共產黨操控的政權 你共產黨操控 這個政權一定是以權謀私 一定是貪污舞蹈 我們見到內地 在這個共產黨管治之下 恐怖的形勢 大家如果不想香港 變成這個內地其中一個城市 大家不想香港變成被這個共產黨操控的話 人民力量是會在議會裡面 是加強這個制衡的力量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呢 是支持人民力量 大家在這裡衷心多謝 有事搞好 改喬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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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賣Radio2012 這個節套的客人又說 助攻那方面 似乎老筋 有那麼多 他有執照外面血統 對以前家族是跑場跑的 符號又很厲害 對,那什麼符號 那沒有位置 謝謝 謝謝 珍水 四場的賽事 誰會看這場 我們是常常看的 我們是常常看的 看酒保 逢星期二晚十點 逢星期四晚八點半 天下足球 和大家伯盡球壇天下事 單 Lie 宋厮 POWER 世悪財 自由泛豪 POWER 視面囚定 恰火 法民外國 POWER � woo to the people 觀看較昇西力傑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請根報現 POWER POWER to the people 不疲則名 死引心繫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right home 身體力行 �ывать胸發功 POWER TO THE PEOPLE 貫切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報現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則名指引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隔空發功 磨動文物到 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對,那我先說話 很難得了 剛才那段影片 大家見到 大舊在長洲 那天我也有去的 也有些感受想說 剛才看到那裡 可能已經開始太陽下山 但那天很感謝 有一班義工和同事 特意拿著很多資籍 很多其他用品 一早就走去長洲 看到每個都大汗 突小汗 有人要去街市其他店 來瘋海報 那一刻真的很辛苦 有時也會聽到 有人說 大舊好像有些宣傳 還沒做 又沒看到你的海報 其實我們正在做 很多義工和人 都很努力 我作為一個候選人 都在這一個機會 首先多謝各位 真正的義工 很努力做的同事 我覺得很感謝你們 如果沒有你們 整個選舉工程 是做不到事 其實很艱難的 例如昨天我去跟阿拉拉 發言街走一個圈 那裡很多的店舖都被 即是那些當攤都被我們貼海報 這頭貼完 轉頭就被人撕掉 即是那班建制派 戰到什麼程度 當然我又當民主派無份 可能也有些民主派 撕我們的海報 即是我們的海報 全部被人撕掉 那些像蔣麗雲 梁美芬 甚至張文江 黃碧雲 那些海報 沒有人撕掉 怎麼這麼巧 這頭貼上去 那頭就全部撕掉 那你說是不是白做 但是他又撕不完 那裡好 我一想起 我又調戲又順 他撕不完 又看到我半邊的樣子 若莫知道那個是我 然後還有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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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前面是蔣麗雲,我就貼在下面 我如果是上面那張,可能已經被人撕掉 就是這樣 好了,我貼在蔣麗雲 他在上面,我貼在下面之後 沒多久,我那張又被人撕掉 現在就是這樣 九龍城街市比較好 因為那裡是我地頭,沒有人敢撕我的開報 九龍城街市裡面 因為檔灘我認識,我不會被你撕,當主說是 但是九龍城店舖那些 就手癢你走過去撕的 我不明白,你們是甚麼心態在選舉期間 你撕人家的海報做甚麼呢? 這是刑事毀壞 還有,現在所有貼海報都要簽一張同意書 但你們那群人全部都沒有簽同意書 還有,有很多是沒有號碼編上去的 大家其實見到 我記得我一張號碼 現在不用號碼 今年呢 新的規矩就不用,文宣不用編號碼了 但是我覺得 你這樣撕我的海報 或者我的橫額被人鋸爛了 那你發洩到甚麼呢?請問 是不是? 有多文明呢? 你這群狗賊 你那些民建聯、工聯會那些狗賊 是不是? 甚至乎民主黨都有人做這些事 你這群狗賊 對你... 你見到我的樣子是討厭,你過來殺死我 你又不夠膽 你撕我的海報做甚麼呢? 是不是? 他不是一張半張手行人去撕的 是有組織的那種來撕海報行動的 那裡才會黑人爭的 你明白嗎? 我現在告訴你 我偶爾找些地方找人陰你 陰到你就抓你那些五佳賊 我告訴你 所以各位朋友幫幫忙 所有看到黃毓民海報 或者人民力量海報被人撕的地方 幫我們留意做狗仔隊 舉報他 是不是? 有手機拍了他下來 是不是? 那些賤人何其多 是不是? 老實說 你撕破我的海報 我就會落選的了嗎? 你真是吃了糞便 是不是? 所以我有時那些橫額被人割了臉 我懷疑他 我不換的 被人看看 那些人說 那些人很可憐 你臉被人割了臉 什麼?割了什麼? 沒有啊 沒事啊 是不是? 這是什麼人來的 好像我剛才第一節說 如果有一天 那些人見到我 走來罵我 我開心 我覺得有人認得你 撕走你的海報 戒你一張橫額 其實代表他們覺得你有威脅 覺得你會拿得多票 所以才會這樣做 所以呢 我們做這個選舉工程很艱難 如果你真的靠這些海報 是不是? 靠這些 就是沒得搞的 那些街市 你哪裏救他貼得快? 哪裏救他人不多 一隊隊人間全部收錢 是不是? 全部收錢幫人貼海報 那些是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們有時候貼海報 要自己親自出馬 沒有用的 親自出馬 貼了一張海報 禮手就被人撕掉了 就是我 總之人有我有 那算數 但是這班人 這些民建聯 工聯會 甚至民主黨 那些支持者也好 那些職業的也好 我覺得 職業那些都上學了 男人前菜 是嗎? 做些犯法的事 那是誰有人做的 殺頭生意有人做 賠本生意沒有人做 是嗎? 準備接受法律制裁 那就可以了 有這個心理準備 是嗎? 但是那個心態是很賤的 包括你民建聯那些所謂的支持者 喜歡就是撩膠喊 扭膠打 這類的 一到選舉就會發生 可見香港的質素還是低 就是選舉的質素 就是因為有一幫土共 是嗎? 中聯辦帶頭 去製造這些恐怖 是嗎? 就是中國共產黨 港澳工作委員會 香港的地區工作部 帶頭做這些事情 是嗎? 跟著就勾結黑社會 是嗎? 各個區都是的 就是你說這個 這個共產黨 是不是流氓? 是不是流氓政權 是不是? 連那些外圍組織 都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 啊 周圍去撕我們這些人的海報 是不是? 還是 不是 一兩個傻佬去撕 手痕 我看到黃毓民就憎我撕 不是這些 而是集體 有計劃去撕 你會撕的 你回到街上最好笑的 那些攤檔很多 和我都好朋友 嘩 我們貼的那些 被他全部一次過 幫我們撕掉 你這頭 連那頭就撕掉 你不要讓我陰到你一鍋 是不是? 然後保安道街市 周圍有街市那些 都是這樣的 你這頭連那頭就撕掉 有專人撕海報 我告訴你 我可不可以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呢? 大家去巡視一下這些地方 他那些建制派的海報 是絲毫無損的 蔣麗雲也好 梁美芬也好 連張文江、黃碧雲的海報 都沒有人撕掉 那你就明白為什麼 他們撕掉全部都是建制派 只是撕掉人民力量的海報 這種行為和肥佬黎 在那張《蘋果日報》 將我們滅聲滅影 這是同樣道理 是不是? 你《蘋果日報》 將人民力量 喂 那些參選的新聞 即是消滅了 那跟那些契弟 一撕海報有什麼分別呢? 這樣就贏得了 你以為這樣就贏了 是不是? 所以肥佬黎的《蘋果日報》 跟這些流氓政權 共產黨的外圍打手 本質上是沒有分別的 是不是? 我不用給你面子 是不是? 要罵你了這麼多年 又不見你死 那樣肥屍大隻 是不是? 加肥屋潤 是不是? 天會收你的 大哥 信天主也沒用得浪費 每個人都可以信天主 原來做了壞事 然後懺悔就上天堂 這樣就好著數 這樣耶穌就瞎了眼睛 當然不會了 就等你很痛苦 還沒上天堂之前 老婆走路 破產 肯有拍一瓣 我告訴你 不是我遷就你 一定是這樣的 天理循環 沒得談的 我經常覺得很多事情是整定的 包括最近發生的 就是針對我們那些事情 然後人們自然會有報應的 老婆馬上馬上露出尾巴 真相大白的 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上帝 即是有了安排呢? 多好呢? 是不是? 差點拔他進來的 是不是? 真是 神推鬼 變成這樣 然後就立刻 是不是? 很多事情 上天整定 所以我們定過台炸彈 我怕都沒怕過 對不對 所以肥佬奈這不是賤人 是不是? 是嗎? 等你有些人用當的 你看到選舉 你就知道了 歸了一遍 是不是? 當然 海報 Youtube 他們呢 就繼續撕 是吧? 希望他們撕得乾淨些 連撕鞋都沒有 稍為看到撕鞋 但是有些人認我單邊都認得到我 你撕了那個黃字 還有一個玉字 不然撕了那個玉字 還有一個文字 人都猜到是黃玉文 那你現在這樣 那些人就是撕玉文兩個字 哈哈哈哈 撕玉文兩個字 那他就撕不到那張照片 可能手法派這樣撕 大佬 那些萬能膠癡 萬能膠癡 也有辦法 大佬 所以 有時候真的覺得很好笑 不知道是不是 有些網友說 可能28元一個小時是撕海報 貼海報35元一個小時 撕海報28元一個小時 快的嘛 貼海報很久的嘛 你知道嗎 要簽名 要寫名 不是要 你貼了雙面膠紙 在那邊貼 你就撕了前面那一層 是不是 那你做些功夫 貼上去 撕下來就是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是艱難的 艱難的 對我們來說很艱難 但不要緊 艱難做時勢 風雨生信心 真的很慘 第一次選舉 就這麼硬 長春 完全沒有 尤其是我跟大舊 因為打拉布打了兩個多月 我們起步 比那萬 怎樣比較 但都沒所謂 就是盡力 不過 我們 呃 那些義工很辛苦 嗯 OK 我們職員也很辛苦 嗯 就是陪我們打這場仗的人都很辛苦 是 所以我很感謝那些義工 就是幫忙 各個區都是 就是 大家真的 對我們的理念 就是支持 贊同 正正是因為我們是義工 才不是給錢 就是這些義工又更加珍貴 就是 一班是大家有共同理念 的人一齊 這些才是 人民力量最可貴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的義工 就是在派單張的時候被人罵 其實都很委屈的 嗯 那 為什麼我要被你罵呢 是不是 嗯 就是為什麼我要代人民力量被你罵呢 是 我做義工而已 嗯 那你有時你留意一下 有時我們會撞到建制派的候選人 有些義工 那些不是義工來的 那些是知人工 職員 知人工 是不是 我今天 在那個碼頭圍隊開那裡 就是工聯會那座大廈那裡 那裡排 旁邊有一個阿伯 有一個阿婆 在那裡排單張 套著民建聯的D.A.B.藍色的背心 嗯 是很辛苦的 他們年紀大嘛 又熱 你知道嗎 還有那些背心很熱的 是啊 我說你休息一下吧 阿伯 就這樣 沒有表情 對出去 我派的人接到聲音 他那些 那裡還是共區 幾乎 你明白嗎 那他又勝在什麼呢 人多嘛 周圍都有 你明白嗎 就是整個氣勢出來 但是你看到 有些人 就像剛才敏鎖說 是沒有表情 就這樣對出來 但是人民力量的義工 完全不同的 完全各種不同 大家很有朝氣 大家真的很想 那個人 是真的接你那張單張 所以每一張派出來 都是用心來派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和其他建制派的黨的不同 不是 你看得到的 是 有機會 如果我們的義工 拍攝他的所謂義工 在派單張那些 你一拍攝下去 你就真是很清楚 兩個不同的人 是 譬如我今天在土瓜雁 工聯會 又霸了 就是 彎國地 在那裡量血壓 在那裡 選舉期間 插了工聯會的旗 都在那裡量血壓 真的 是吧 這樣也可以 是吧 有些人說 他九西沒有候選人 我九西沒有候選人 但是有個全港候選人 叫陳婉嫻 不一樣是等於拉票 是吧 所以決定投訴他們 是吧 他們可以做這些事情 之前已經在那裡派無數 認同賄選 你吹他不像 是吧 在選舉期間 都敢公然 在街上設個站 掛你工聯會的旗 去量血壓 什麼都做齊 你怎麼會來的 你告訴我 是吧 我們只能夠 期待香港那些年輕的一代 還有那些真的有知識的人 要懂得反省 否則的話 這個形勢發展下去 你真是沒得搞的 是吧 是吧 因為 你區選又選輸給他 跟著在這個超級議席 他拿三個 你拿兩個 跟著在分區直選 他就篤地每區都可以 工聯會有一張名單 是吧 民建聯又兩張名單 你現在搞一下 你真是 老實說 真是希望人民力量 真是贏到五席 你才有機會 即是生態有些改變 否則的話 你也是死固固的 所以 投人民力量 不等於 即是 不投民主黨 不等於支持保皇黨 因為還有其他政黨 讓你選擇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是吧 就不可以 給這個 《蘋果日報》 《信報》 去誤導 是吧 什麼 戒票 即是 再跟你郵請員說一次 如果那些票可以戒得 叫他們拿去 甲慢鎖起 他不敢投票的時候 拿出來 是吧 其實他這樣說 其實 同於民主的意念 其實我覺得雙違背 民主這個制度 尤其是香港現在的比例代表制 結果就是表現到 究竟香港人 他可能當中的人 選擇那個政治理念 究竟是怎樣 如果他純粹是因為戒票 而用這樣的方式來 逢香港市民說 令到香港市民 轉變他本身的政治理念 其實我覺得 完全跟民主的理念相似 你任何的政黨 他都是從小做起 一步一步地 打石仔地打回來 曾幾何時 民建聯不一樣是少數牌 是吧 是吧 民主黨 一直都是在優勢 現在是走下坡 日務圖窮 是吧 這個是很明顯的 1995年有19席 你現在得到多少席 是吧 是吧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政治光譜拉闊了 是吧 其他民主派 有多個公民黨出來 以前有沒有公民黨 公民黨又做了幾席 公民黨就借民主黨的票 是吧 很荒謬 給人多個選擇 接著有社民連 又拿了三席 是吧 你一定是這樣的 政治的發展 要不就組織一個大聯盟 是吧 但是大家在政治路線上 有這麼大的分歧 那怎麼辦呢 是吧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所謂 什麼叫做泛民分裂 是吧 泛民分裂有什麼壞處 你告訴我 窗口一致對外 大哥 到關鍵時候 都是一致對外的窗口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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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定要 就是為這個團結而相同 是吧 所以我們經常說 是為相同而團結 是吧 很簡單 就是等於我們和社民連 是吧 我們都是為相同而團結 是吧 大家要對抗這個港共政權的時候 打拉布戰 是吧 打拉布戰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是 立場是一致 這是很清楚的 是吧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 我們這些支持者 就是大家可以幫幫忙 就是 我們有很多事情 是需要大家幫忙做的 比如說 最近我們都留意到 在Youtube有些片 就是重新又訂出來 那又提醒一下一些人 比如民主黨做過那些壞事 那我們又不斷地把它 扔出來 讓大家去分享 嗯 你明白嗎 那你抹闊一點 嗯 譬如我自己在立法會 就是 反對國民教育那些片 我最近又扔上去 又重複又扔上去 又吸引更多些人去看 嗯 是吧 由三萬變四萬 四萬變五萬 最近劉偉興那條片 嘩嘩聲就變了一萬多了 是吧 早兩天是幾百而已 剛剛扔上去 所以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下這些事情 這個是 特別在海外的朋友 是吧 你身在海外 澳洲也好 加拿大也好 美國也好 你可以幫我們做這些事情 嗯 幫我們把一些 就是這一類這樣的片 是吧 包括民主黨那些 自打嘴巴那些 是吧 包括我們人民力量 那些 論述 或者我在立法會 我和大舊那些演講 聽上去 大家一起去分享這些 等於一種宣傳 我們又不用刻意去做這件事 那你在加拿大也可以做 在哪裡也可以做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夠幫忙 這件事起碼可以做 是吧 對 還有這個比較正面 譬如你 選擇在Facebook那裏 說一些事情 就是 comment 一些事情 我覺得反而這個效果 反而不太好 那些可能比較負面 對我們選舉的選情 都沒有幫助 但剛才那件事 就是把一些 我們人民力量的論述 幫忙宣傳出去 那不單止是為了這次選舉 就算是幫人民力量 就幫香港社會 這個都是做一些事 所以呢 所有那些跟我們 今次選舉無關的事 或者對我這個選舉 有傷害的事 大家最好就不要說了 也都不需要提 是吧 我們做正經事 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是吧 即是有些人 你不搞他都自讀 會自掘罰務的 無需要浪費氣力 是吧 有些人我們開得名說他 都還對他留有餘地 是吧 連名字都不想提的時候 立場又很清晰的 所以希望大家 同心同德 九月九號 支持人民力量 全家總動員 漂投人民力量 令到我們五區都有議席 是吧 立法會 改變這個生態 令到香港 還有些希望 這個是我很誠心 在這裏 恨求各位 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裏面 盡量 花多些精神時間 去幫助人力 各區的選舉 所有有利的選舉的事 都應該做 所有對選舉不利 和選舉無關同樣的事 就一點都不要做 是吧 這個就是 我在這裏 懇設要求 各位 就是 毓民的支持者 大舊的支持者 和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在未來這個月 我們 打醒十二個精神 是吧 就是 同心同德 做一件事而已 就是 送劉翁 進去立法會 送晚必 進去立法會 送王陽達 進去立法會 是吧 如果這三個年青人 都能進去立法會的話 黃毓民幾乎可以宣佈退休 OK 我可以做其他事 是吧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幫幫忙 是吧 其他的無謂事 說少些 做少些 是吧 我亦都希望 我們幾位年青的朋友 包括醫生也好 家鴻也好 余陽也好 是吧 甚至達明也好 大家都認認真真 就是把全副精神 擺在選舉那裏 是吧 就是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我們一定可以成功的 9月9日之後 香港 的政治生態 會不會有重大改變 就看我們這次的選舉 即使在主流媒體封殺之下 我們一樣 可以突圍而出 跟著就 兜巴聲 你肥佬禮 OK 兜巴聲 你明報 兜巴聲 你油清源 講完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